潘兆宗 恐怖在线 我们有一个善信 其实初头是经一个朋友带他上来的 就是我们的门生 他上来的时候是帮他现在的先生去问机 因为当时他的先生是要心有问题 他就是在换心脏 你知道香港的如果你要去排这些器官 都要等很久 还有你不知道是否合适 怕排斥 无论大小或者血缘 他刚刚上来的时候 都是等的 直至是有一次 当中可能之前发生了一些事 可能他的过程做事是帮助他 但是如果在我来说 我就是有一次很偶然的时间 就我约了人在中环 我在中环那里就出了个地铁站 在等着我的朋友 我自己在无聊在WhatsApp 突然间我见到有一个人 九秒九是一个斜角地冲过来我 你知道香港刚刚那段时间发生了个小贩管理 被人家弄死了 我当然很害怕 人家的目标是像大白鲨那样 我看一看 那个人我认识的 他见到我时 是比我稍微激动 我其实也认识他 在庙所见过 但我们可能没有关注 不会私底下 我会找你你找我 他一见到我很激动 他就说 其实我很想找你 然后我问你找我干什么 然后他就说 因为那时候 原来他就刚刚在医院下来 那他先生呢 就医生跟他说 他的血里面有细菌 那些细菌呢 就是经血流到全身 现在可能是危险 就随时你有心理准备 就是去到这些 他当时撞到我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了这件事 但又是走一 我只是想 你要等到星期六 有扶基都要等几天 我觉得这些是 很危急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 如果你既然今天 让我刚刚大家在这个时间 你又不是平时乘坐小巴 下来 你都撞到我 我都觉得要救一救你 有点缘分 是的 可能有时人命不该绝 可能真的会是这样 你怎样救他呢 你出你的扶基 因为我不是 我哪有那么厉害 因为我之前 有时在庙里 我就拿了一些承水 还有我有一两张符 是报平安的 什么符 都有一些符 灵光符 是的 哦 即是有一张黄大仙的 灵光符 哦 ok 好 我们看到了 这张 有个印的 是的 这个是我们的庙人 红色的那些是珠沙 每一年会做一次赴 这是那些先佛的计划出来的 我当时就跟他说 如果你这么紧急 我明天先给你一些符 还有给你一些胜水 给你先生 我当时问他 你先生能不能喝水 如果你不能喝水的话 可能你深切治疗 我给你也没用 他就说可以 我说你也有祖师像 即是红色的那张卡 我说你自己跟祖师沟通 你就跟他说叫他医理老公 保一保 是的 你能捱到星期六 或者到时有机闻给你 就叫黄大仙去救你先生 那些是拖延时间钓着命 那我就给了他 他真的有去每花府 他捱到星期六 捱到星期六的时候 然后祖师就有出机闻 帮他先生 好的 就是刚才看到那两张机闻 现在就在这个案子里出现 是的 当然我们不会读出来 纯粹有两张机闻 就是为这件事 15年9月 5月 5月23日 这个机闻其实是 他在换心之前出的 因为他可能 本身个人有些冤親债主 所以祖师就会出了这个机闻 给他叫他做某些东西去化解 到当时做这个帮手化解的时候 是Iva负责的 他跟你们说 是的 我看到好像要买些东西 什么医子 很多时候祖师会出一些 叫那些人怎样做 其实就是 帮他一个 好像一个法 那样 帮他化解这些东西 其实要补充一点 为什么祖师 11点半钟 登入去admanpoint.com 就看完全部的节目 是免费的 但你也可以 自己下载 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这个就是一个月费 声音的 25元 看视像的 35元 任君选择 只要登入去admanpoint.com 找到一个付款方法 你就知道如何付钱 很简单 有PayPal 支付宝 好了 银行入宿 甚至乎上来我们 太古人夫七楼 付钱也是可以的 不要想太多了 立刻行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